1 2 3 4 5 不要往左邊換右邊,頭盡量壓 1 2 3 4 5 各位朋友,你知道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嗎? 如果你有肩頸的痠痛的話,不要看,講的就是你喔 趕快跟著我們做 把你的脖子先往左邊的壓,用手稍微加壓,壓個5秒 好,再換右邊,再加壓,做個5秒 如果你覺得你肩頸非常痠,還是不夠的時候,請你可以做加強板 往左邊的時候,手這樣子放,插個腰 你會發現伸展的脖子會不會伸展的更厲害喔 我們現在做什麼? 先歡迎大家收看今天健康2.0之蛙健康的直播 請公開分享,我們今天要送什麼呢? 今天要送健身大師,新一代的護腰帶,以及新一代的護膝帶 好多耶,請公開留言並分享,就有機會抽到有10組之多喔 好多喔 我們先歡迎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健康老師,施怠生老師 老師是健身大師,老師好 老師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帶回我們共同主持人,小可 大家好,大家好,我在做運動了 剛才那一下,我覺得我全身都拉開了喔 哇塞,怎麼會 輕鬆了喔 怎麼會是差那麼多啊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肩頸專動喔 大家都久坐久站,都不動嘛 沒時間啦 而且大家都在玩3C的產品 有時候不是我們要玩,是到公司用電腦 老闆也強迫我們在那邊打電腦 沒辦法 做就是一整天 所以不肩頸專動才奇怪 但是你知道嗎 根據像調查,誰最容易肩頸專動你知道嗎 小可 誰 醫生 醫生,其實我覺得應該要上訪 其實我居然沒有贏 其實他統計出來的竟然是媽媽 誰 而且是上班族的媽媽 就是又要照顧家裡,又要來上班的媽媽 就是你,你現在就是在上班 你們聊,我休息 你要去休息是不是 其實統計出來的 這種像小可這種上班媽媽 有百分之五七人都有肩頸專動的問題 這麼高喔 非常非常的 你知道原因為什麼嗎 為什麼 其實原因有很多啦 第一個就是像小可 老師 你知道他生了多兩個小孩嗎 多少個 不要講 兩個 沒有很多是不是 幾個 三個啦 多一個 多一個 我是講還有外面的耶 多一個 外面那我不知道 你都問我老公 好好 對 好,所以其實很多女性 因為懷孕的關係 懷孕的時候其實血液循環就沒有很好 而且懷孕的時候 所有的長輩都叫你不要動 不要動 怕你動得胎氣 坐月子 對,還有生完小孩坐月子 所以不動的時間也會很長啦 那就覺得血液循環很差 生出來的時候也沒多好 因為還要育兒 對 都休息不了都很慘 抱小孩 抱小孩 餵小孩 累得要死 重點就是 等到你育兒完畢之後 你又要回去上班了 怎麼辦 忙得要死 白天再上班 晚上回來要照顧小孩 蠟燭兩頭燒 對 根本就沒有時間去運動 沒有時間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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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求 怎麼了 我們接下來可不可以坐著 請請請 好 這是唯一的福利 果然是爛人 對 聖哥老師講的我都懂 但是所有電視機前面 直播現場間的媽媽們 你們現在最想要的是什麼 好好的睡一覺 沒錯 我能睡多久就多久 就睡多久 有時間也不會去運動的啦 真的 根本就不會運動啦 我走個派去運動啊 不可能啊 所以現在肩頸痠痛實在是 太多太多 但是我要先提醒各位喔 不是所有的肩頸痠痛 都一定是缺乏運動引起的喔 有一些可怕的疾病 還是要先告訴大家喔 是的 要注意一下喔 對喔 就是肺癌 肺癌 肺癌跟肩頸痠痛 有什麼關係喔 肺癌不是就是咳嗽嗎 久不久不遇 或是甚至咳血 但是你知道嗎 肺癌如果剛好長在你的肺間 就是在腋下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會刺激到這邊的避神經濟 它就可能會肩頸痠痛啦 你發現你痠痛 對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你莫名其妙肩頸痠痛 你會覺得 又特別是單側的 你會覺得奇怪 自己也沒有很缺乏運動 就像莫名其妙要動起來 你要小心你是不是得到肺癌喔 一定要好好的去處理一下 是 單側又莫名其妙 對 因為現在媽媽真的很可憐喔 就算你不抽菸 可是你在 對 很可憐啊 你就算你不抽菸 可是你要煮飯給小朋友吃啊 給天生吃啊 油煙也吸了不少 真的 這都是引起肺癌的癌症 要小心喔 莫名其妙的肩頸痠痛 特別是單側 小心你是肺癌喔 好的 另外就是女性的心臟病 大家都覺得心臟病應該怎樣 一個石頭壓在你的胸前 胸悶 這個就是要做典型的心肌梗塞的症狀 但是這個是男生比較會有的 女生的心肌梗塞 它有可能是非典型的心臟病喔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它可能是肩膀痛 甚至是牙痛 甚至是背後的痠痛 都有可能是心臟病喔 所以女性都會認為喔 如果你有三高的問題喔 你有莫名其妙常常肩頸的痠痛 你要趕快去看看心臟 有時候是不是心臟病喔 不是一定就是單身的肩頸痠痛 還是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還有耶 還有頸椎的腰間 椎間盤突出喔 其實什麼叫椎間盤喔 是 我們脊椎跟脊椎間 就有個小小的圓盤 對 在年輕的時候它是充滿水分的 它是要來緩衝用的嘛 是 不然你一個從高速落下 骨頭撞骨頭還得了 一定要有椎間盤在那邊 是 可是等你年紀大的時候 這個水分慢慢就會不見了 對 它的彈性就沒有了 所以在受到一些不當的外力壓 外力的壓過 特別是姿勢 我們平常都這樣子看書 抱小孩也是這樣頭滴滴的 久而久之這椎間盤就會被你壓著 就會突出去 是 這個就是椎間盤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骨頭跟骨頭之間 有個像圓盤一樣的東西 對 平常的時候如果你是很年輕 像我這樣子年輕 誰 你都會這樣子很圓 誰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子的 我要你整天 直播間都是你的粉絲 最帥的 當你年紀健大的時候 當你這個彈性慢慢沒有的時候 受到不當的壓力壓迫的時候 它就會往外突 突出來 如果它突出去的時候 剛好壓到旁邊的神經根 因為大家都知道很多神經 就怎麼會這樣跑出去 對 被壓到的時候就會產生痠痛 翻腾感 如果壓到的是左邊 就是左邊的肩膀痠 壓到的是右邊 就是右邊的肩膀痠 對好喔 但是當你肩膀痠痛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 我是可以隨便按一按就好 對阿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可以測 我們交給大家 來來來來 比如說 對對對 因為小可比較容易壓出來 我比較老的 沒有沒有 家事座比較多要怪阿Ben 阿Ben你的老婆 肩頸痠痛 左側嚴重 像我們現在要幫他測量 他到底有沒有追患毒素 好 非常簡單 我們剛剛跟各位講過 所謂的左邊的肩頸痠痛 如果今天是追患毒素造成的話 就代表說追患毒素 壓到左邊的神經了 你只要增加到左邊的壓力 你用手這樣子壓 把它往左邊壓 如果這樣一壓 你發現你左邊肩膀會越來越痛的話 就代表你有可能是追患毒素造成的痛 反之一來 如果你是右邊疼痛 你就往右邊壓 壓的時候 如果右邊疼痛的加劇的話 你就有可能是追患毒素造成的 因為你這樣子壓 神經出來的管路會變得更小 本來已經被追患膀壓了一點點了 你再壓 管路太小的時候 這個疼痛就會非常非常的明顯 懂了 聽懂了 等於說我們如果這麼痛的話 我們剛才連第一個開場那個動作 都沒辦法做了 對啊 因為你這樣壓很痛的時候 你就發現 你這樣往這邊打 結果發現這邊很痛 那你就要小心 追患膀毒素 你不要說 大家都很痛 好不好 不是這樣 用力壓 慢慢的施加壓力 如果你施加壓力 你今天壓力有特別大 壓力沒大是不是 另外就是我們常常講的骨關節發炎 就是骨刺啦 骨刺啦 骨頭跟骨頭長期這樣磨損了之後 長久了之後 為什麼特別是頸椎跟腰椎 你知道嗎 考一下小可 什麼東西 我們常常說骨刺 人會長骨刺 對 脊椎分三節 頸椎 胸椎跟腰椎 你有沒有聽過頸椎骨刺 有啦 有 腰椎也骨刺對不對 對 可是胸椎很少骨刺 為什麼 胸椎我沒有聽過骨刺 為什麼 不是腦筋舉腳彎的喔 你不要講一下 你剛才那什麼動作 他頸胸那個 你是不是講一些 腦筋舉腳彎 腦筋舉腳彎 要不要讓我講話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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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不會是因為 胸是整片都沒有在動的 你剛才就在動了 我這樣算動嗎 那我不知道 其實你 是因為 胸的旁邊 胸椎旁邊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肋骨 肋骨 肋骨是固定在胸椎上面的 它幫忙支撐 所以在幫忙支撐 所以胸椎沒辦法做很大的那個變化 而且它承受壓力的時候 還有你的肋骨在幫忙承受 所以肋骨很重要 對 所以不要隨便動你的肋骨 不要動你的肋骨 不要把你的肋骨拿去龍鼻 不是 開玩笑 龍鼻子弄到一點點還可以 好不好 另外就是維生素缺乏 也會有腦筋 維生素缺乏 最常講的就是維生素B群 因為B群跟神經的穩定有關係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 除了B群之外 其實維生素D的缺乏 也會到產 一天一低 所以你維生素如果大量 營養實在不是很均衡 因為很多媽媽很可憐 你知道嗎 都吃小朋友的剩菜 或是老公吃完之後 剩下一點點 因為你都是爛爛的 節省嘛 當然不是啦 因為小可就我所知 屬於一個比較奢侈的媽媽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是不是 是 上班的婦女注意一下自己的營養狀況 我用起來也會 另外就是我們講的廣泛性的焦慮症 廣泛性的焦慮症 這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上班的媽媽要擔心什麼 白天上班的時候 被喪失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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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回來之後 還要顧小孩的學業 還要顧老公 有沒有在外面亂搞 有些還有公公婆婆 還要去想公公婆婆 心情好不好 對啊 所以像阿伯 今天灰子呼喊 只要老公你應該慢慢會習慣 對對對 就是小可的壓力非常的大 好不好 所以能夠要從那邊得到一點安慰 真的耶 所以我媽媽應該對於這個第六項 廣泛性的焦慮症 這是所有集合 你已經不管身體到底哪裡痛了 你只知道我心情很煩悶 對 所以引起的全身都不舒服 是不是人家常常說的 自律神經失調 對 所以其實焦慮久了之後就是會自律神經失調 其實常常講說你也覺得很奇怪 自律神經失調跟肩膀症狀又有什麼關係 對 其實自律神經也會管到很多肌肉的收縮跟放鬆 所謂的自律神經就是 腳感跟腹腳感嘛 就是需要用的時候就收縮一下 需要放鬆就該放鬆 可是當你自律神經失調的時候 你就是該放鬆的時候不放鬆 不正常的 該收縮的不是收縮 就會搞到全身肌肉降硬了 了解 不正常的 可能還會因此而失眠 可能還會因此而失眠 真的有人會便秘 說不一定 所以這個廣泛性的焦慮症 就是像現在媽媽 不要想太多 要解決小可廣泛性焦慮症只有一個辦法 你知道嗎 不是 阿Ben 可能要多賺一點 小可就不為焦慮了 說得好 說得好 好 我們現在來回答五谷五媽媽的問題 是 五谷五媽媽說長期不舒服可以就醫 但是短暫的疲勞是可以按摩來舒緩的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所以當然我要先講 如果你肩頸不舒服 排除以上那些毛病的話 其實最好的方法還是可以按摩一下 放鬆一下 對 你沒時間運動 讓身體適當的調節一下 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教大家幾招動作 來舒緩你的肩頸 好 接下來教各位幾招 如果你常常肩頸痠痛的時候 要怎麼樣自我按摩 是 其實非常簡單用你的手 用你的手 左手按摩你的右肩膀 怎麼做呢 用手去抓住後面 用力抓住後 然後往前面這樣子抓 這樣子抓 你哪邊痠痛就從哪邊 整個肩膀都可以抓到 這有幾個訣竅 很多人在抓肩膀的時候 他會這樣子這樣捏 這樣捏 這樣捏 好像很舒服 這樣其實沒有辦法有效放鬆你的肌肉 真的要放鬆的肌肉 就是用抓的 由後往前抓 由後往前抓 像這個樣子 由後往前抓 由後往前抓 把它撥過來就對了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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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可怕 有點可怕 有人在撥你 對對對 由後往前這樣子抓 其實這樣子比較 對你那個緊繃的肌肉 比較有鬆弛的作用 好不好 用力抓 要用力抓 抓了之後肩膀就會比較鬆 另外還有很多人常常會脖子的痠痛 對 你這樣抓 有時候會覺得好像抓不到痛點 對 告訴各位 如果你家裡有一個器具的話 很好的就可以壓到你脖子的痛點 這個東西叫做傳說中的 雙結棍 骨棒 我本來想要三年一起丟 後來發現我發生的事不行 抱歉 一個就好 一個就好 擀面棍 擀面棍 非常厲害 用這個地方 幹嘛呢 打小孩 就是打完小孩之後 拿來按摩自己的脖子 很簡單 就這樣子 比如說你的痛點在左邊的地方 你就會壓它 雙手用力壓它 你的脖子是往後撐 好痠 就是往前壓 比如說像這個樣子 你哪邊痛點會壓 我會建議壓個十秒 好對不對 那你自己知道哪邊脖子痠嗎 你就用這樣去壓它 就找到你的痛點有沒有 有擀面棍壓在那個痛點上 然後脖子跟你的擀面棍這樣對抗 用力的壓 當然你自己壓控制力量 好不好 像小可一樣 小可用力到那個 擀面棍都快斷掉了 好不好 就這樣子壓 就這樣子壓 要壓多久呢 一般我們會建議 壓十五秒到三十秒 十秒到三十秒 壓著 每天大家可以壓個五次 就可以有效緩點你的脖子的痠痛 是 所以今天介紹兩招給各位 一個用手去抓你的肩膀 聽話說 擀面棍壓著脖子的痛點 都可以有效的舒緩著肩頸痠痛 但是除了肩頸痠痛之外 很多人還會有腰痠背痛 到處都痠痛 現在人的文明病 文明病 我們就這樣 從事健康事業 三十五年的健康老師 師老師 帶我們開一個很厲害的儀器 讓我們來舒緩我們的腰部的痠痛 你先坐著好了 我先坐嗎 你先坐在散發 媽媽是不是一天到晚是 能坐就不站 能躺就不坐 對不對 你把腳放上去 出來混就是要休息 出來混就是要休息 你有沒有感覺你的大腿在運動 然後你的小腿 我的小腿好舒服喔 這個有990段 如果說我今天 等一下 加速 我把你加速 你看看這個速度 等一下 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老師 感覺是怎麼樣 感覺我現在好像跑百米的概念 如果你在把你的腿再往後一點 感覺更激烈 感覺怎麼樣 難抖熊女童健 健康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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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抖起來 但是這個是靠著這個機器抖的 整個下半身是在跳耶 強調一下這個是被動式運動 是 當然偶爾你還是要靠自己 鍛鍊主動式運動 對 可是就像加醫師講的 不運動的那個 比三高的致死率還高 是 你不能說你自己又懶 被動的你又不動 加醫師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就真的沒有揪 對 但老師 說好的按摩呢 按摩按摩 好貪心喔 剛剛這樣說 我媽媽最想要的就是按摩 按摩 同樣一台機器喔 它有配置兩個頭 還可以幫你做按摩 我會被噴從前 你屁股可以坐後面一點點 你屁股盡上後面頂著它 像你的腰的地方 它後面就像時下流行的 肌膜腔有沒有 喔 肌膜腔 這個地方 他打著耶 對對對 這裡面是有一個 十個顆粒的這樣子 像肌膜腔一樣 幫你的腰部啊 做每一分鐘 也是差不多在600下的這樣子 前後的輕輕的撞擊 幫助你的這個腰部的按摩 當然如果你是被痠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機器喔 頂的時候再往高一點 再往高一點點頂 哪裡用 甚至你在睡覺的時候 可以擺在床上 把小腿放上去 喔 小腿坐了一天或站了一天 很需要做一個循環按摩的概念 答對了 尤其我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 那個按摩館去做腳底按摩 是 有 這一台也可以做腳底按摩 如果 來 請稍微前面一點 來 你把腳按摩一下 這樣像不像腳底按摩 但是它有打到那個穴位耶 而且它不是像我們一般的按摩 只有顆粒 它是有 在震動你腳底的穴道 對 因為它本身的顆粒 小可莉可以把腳跟放上去沒關係 腳跟喔 腳可以前後移動 對對對 這個根據我去對腳底按摩 我這麼多年研究 這個地方就是屬於 女性的生殖系統 就是腳跟的地方 女性叫子宮 男性叫做搞完 開心 如果是疲倦的話 這個前面這個要叫太陽神經蟲 是 你去給它做腳底按摩 對 師傅是不是會問你哪裡會疼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哪裡痛 你自己可以感受一下 對 我都不需要告訴他 我自己感受就好 我也不想告訴你 好 有耶 它其實所有按到 我們一般腳底師傅按到的點 它都有對到 而且它的力度 就像剛才老師講 你可以自己調 然後你可以依照你現在痠疼 跟不舒服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這台最厲害的地方是因為 我現在動一動 我現在全身感覺都熱了 但是 怎麼啦 它做完整個身體是輕的 有沒有感覺比較輕 輕的 輕的 因為我剛才看你那個走路比較 比較輕鬆一點點 我現在很輕 你上去應該會輕鬆三四公斤 你剛才你本來輕鬆走路有點像巴黎 你剛才醫師本來就有運動的習慣 哈哈哈哈 這台很棒耶 其實有運動的習慣齁 真的是很好啦 但是你真的沒有時間 或者像小可真的是累的 是想睡覺的 媽媽們都是這樣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上來一下 就可以用這些被動式的儀器來幫忙自己 好不好 喔 這樣醫師有差 對 有按有差喔 整個感覺整個頭都輕了 對 你看起來也比較有精神了 真的嗎 看起來年輕的四十歲 因為你本來看起來好像八十 沒有 應該六十幾 六十幾喔 其實除了肩頸痠痛之外 媽媽還有很多毛病都比較容易得到 真的 還有耶 比如說第一個 尿道炎 膀胱炎 這大家都知道 就是想要尿卻不去尿尿 現在很多的職業婦女很忙碌嘛 對啊 沒辦法上廁所啊 而且水又喝得少 對 因為怕自己想要去上廁所 結果水就變得喝得很少 對 結果你長期的不喝水又憋尿 當然從液尿道炎跟膀胱炎 另外還容易高血壓 糖尿病跟肥胖 為什麼 其實這個都跟壓力有關係 高血壓是壓力嘛 你壓力很大的時候 高血壓跟壓力沒有關係 高血壓不就是高 高血壓是血壓高 不是壓力大 倒過來講 應該是說壓力大的人 他的膠感神經就會亢奮 是 膠感神經就會讓血管收縮 了解 你長期處在這個環境之下 九二九十你的血管 就是比人家硬 所以這些上班的婦女 壓力真的太大了 所以就比較容易高血壓了 其實糖尿病也是一樣 壓力大的人 你的身上的類固醇會分泌 是 類固醇分泌了之後 你的血糖就會慢慢的上升 而且你會有所謂的 胰島素抗性跑出來 是 所以九二九十就容易得到糖尿病了 是 肥胖也是一樣 壓力大的時候 加感神一抗分的時候 人要隨時隨時維持有很多的血糖 因為他隨時告訴自己說 我隨時都可能要打仗 因為他處於一個很焦慮的 我們這小孩子都這樣 我隨時要打仗 隨時要打仗 隨時要打仗 你就會分泌一些類固醇出來 類固醇就會讓你想要吃東西 所以九二九十你就會胖了 所以這三個其實跟壓力 都有關係 另外一個叫做慢性疲勞症候群 慢性疲勞 先解釋什麼叫慢性疲勞群 它在醫學上沒有什麼很明確的定義 但是大家比較可以接受的定義就是 這個症狀延續六個月 什麼症狀呢 就是你怎麼樣睡都睡不飽 不好睡 你都覺得很累 提不起精神來 一般來講你疲倦 你如果去住個假 你去睡個覺 大部分是可以反過來的 精神可以恢復 對 可是這部分有個特徵 就是我覺得我好累 可是我睡也沒有失眠 可是我睡起來還是覺得很累 永遠睡不飽 如果你有這個情形超過六個月 你就要做做慢性疲勞症候群 這個什麼造成的 大部分還是壓力造成的 長期的壓力 大概一年 兩年 三年 你長期處在那種抗症狀態之下 久久之你的身上腺素就會 身陰那個身上腺素的東西就會疲乏了 疲乏了之後 你就會變成所謂的慢性疲勞症候群 而且你整天都覺得自己很累的時候 久久之你就會變成憂鬱症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的可怕 要注意喔 因著身體的不舒服 影響到心理 這個真的是不能讓大家忽略耶 所以反倒是心理疾病 我們會比較容易忽略 對啊 因為大家常常講說 憂鬱以後要什麼要來解 其實我告訴各位 憂鬱最好的解法就是運動了 運動 運動是解憂鬱最好的做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講說 很多人因為憂鬱會去看精神科的醫師 精神科醫師會開一些抗憂鬱藥給他 但是美國他們有做過研究 如果你願意每天出去運動 連續三個月 他們發現效果比吃抗憂鬱的藥還要好喔 而且另外現在大家還在講 大家現在經常坐在辦公室就是久坐 你知道久坐有多可怕嗎 多可怕 美國他們研究喔 久坐的死亡率比三高 還要更可怕 我們現在整天在擔心我們 血壓高 血糖高 血脂高 但是你有沒有擔心你在辦公室裡面 坐太久呢 好可怕喔 還有一項研究的統計喔 久坐的人比那些運動員 他死亡率會超出五倍之多喔 對啊 所以在美國甚至把說 講到這個就趕快站起來了 不是啊 他們說久坐 其實是一種 對對對 久坐在美國那個一個大學 告訴我們說 久坐應該把它視為一種疾病喔 我們趕快動一下 趕快動一下 媽媽根本就沒有時間了 是 所以久坐是一種病喔 那治療這種病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運動好不好 去運動 但是沒有時間 媽媽沒時間運動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教 哇小葛這麼懶喔 對小葛 小葛是沒時間 我們是沒有時間 我們這輩子 我們命中就是缺時間 不是缺錢喔 也不是缺脂缺酸喔 是缺時間 沒有缺錢是嗎 恭喜恭喜 看不出來耶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教大家幾招 在室內就可以做的運動喔 讓你遠離久坐這個毛病 好治療憂鬱最好的藥其實就是運動喔 而且現在九座比三高更危險喔 對 所以現在我們講的就是你喔 我們現在教你做個運動 還在坐著看我們節目的人 趕快站起來跟我們一起坐吧 你 就是你 信德信太太 請先拿兩個類似這種水的東西喔 不用太重 拿著 怎麼做呢 首先請你站直 不要躲背喔 不要躲背 鬆你的肩 10秒撐住 然後再放下來 然後再耸肩 千萬不要 駝背變成這樣子耸肩很難看喔 就是要站直來耸肩 10秒鐘 然後再放下來 然後再耸肩 撐住10秒 然後再放下來 做6次是一個循環喔 你每天如果可以做個5回喔 這個是一個蠻好的運動喔 而且可以有效的放鬆你肩緊的肌肉 肩緊的肌肉 非常非常好喔 但是如果你懶到 連這個動作 你都不願意做的話 讓我們健康老師 介紹你一個 很有效的在家裡 就可以做運動的方法喔 因為帶了一個很厲害的儀器 你有回到剛剛那句說話嗎 是 敵不動我就不動 我動 好 敵動我不動 敵不動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動呢 好 這還是麻煩小可 來 媽媽是最常做的姿勢是什麼 是不是 她希望 坐在沙方休息啊 不是坐就是躺嘛 要她站 等於是要她的命對不對 沒錯 坐著也要讓你運動 她煩著走耶 倒退路 對我們的下半身循環 人家說腿是第二顆心臟 你的肌肉要打回去 循環要好 一定要走 所以人家有句諺語 叫說如果你不想走 指的是上天堂啦 不想走 真的就平常就要走 為什麼要日行萬步 真的 這個齁就是類似於 來我們先看一下她的速度 我們把它這樣子 這樣子就類似於在快走了 對 近走的概念 有沒有感覺比較稍微激烈一點 有 好 再快一點 這個大概就符合你的體能 是 可是別忘記喔 好我們這個是要符合八歲到八十歲 上了年紀的膝關節退化的 膝關節退化的 肌力缺少症的 她走路是沒有辦法像小可這麼的順利 沒有這麼的靈活 我們把速度就調到一 小可你不要看 對某些爺爺奶奶 尤其做輪椅的 這個速度其實 你要她這樣子做很痛苦 這個慢 剛好適合她的體能 也不適合她的心肺功能 所以她總共有五段的速度 上步 上步 然後到慢走 到快走 到慢跑 而且 前 正轉 反轉 活絡拉近的感覺 所以小可你現在的感覺像不像 像感覺真的在進走的概念 是 進走然後或是小跑步的感覺 對 快走的感覺 來麻煩你把這個手肘像我這樣子 放個臉上 因為喔 它可以靠這樣子的肘關節 可以這樣子帶動我們的關節 肩膀啦 對 到我們的上半身 一併的在運動 它就是可以缺乏運動的 沒有耐心運動的 或者是 我現在很沒有耐心 所以連軸關節 它都可以幫你運動到耶 我35年我常常有個心得喔 常常老婆叫老公運動有沒有 老公一定罵一句 你自己都不動對不對 對啊 所以喔我們常常希望這台是家裡面尤其有長者的 是 膝蓋 受過傷的 或者退化性的 嗯 家醫師就一定比我懂了 我們平常在走路 盡量走一些這種比較軟的路面 對啊因為這個膝關節受傷的人喔 我們常常說你叫他再去走路 常常就是增加膝關節的壓力嘛 對 尤其是不能下樓梯嘛 對 對 那個關節傷害更大 是 所以我們常說愛家人就要陪他做運動 對 這樣其實很好 阿Ben其實很忙對不對 對 回家的時候看電視的時候其實也可以讓他 對 買一台在底下這樣一直跑啦 對不對 而且對膝關節曾經有救傷的人喔 這樣也是蠻好的遇到 不會增加你膝蓋的負擔 對 公式的也可以啊 上面在打字的下面在跑 老闆看不到是不是 哈哈 老闆來這樣 老闆怎麼是啊 哈哈 但是這一款真的就像剛才老師講的 它其實除了膝關節不會傷害到 之外 它幫你動腳踝 腳腕子的力量 還可以這樣子 對 因為我 像我奶奶她的年紀就比較大 對 所以它其實水腫啦 腳水腫 就是因為腳踝都沒有動 所以整個水分都積壓在腳掌 那如果你腳踝幫他推一下 發現欸 奇怪腳掌就多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 對啊 因為那個靜脈的血一定就是靠肌肉的收收回去的 對 而且告訴大家很多的事情 謝謝謝謝 媽媽們 非常容易肩頸會穿動 是 因為你們生兒育女很辛苦 不動的時間很多了 是啊 再加上在家裡要做很多的家事 維持一定的知識很久了 久坐久站 又一直維持固定的知識在做家事 辛苦 非常容易剪頸的痠痛喔 今天有教各位一些按摩的手法 像是愛愛愛 或是哪一些感面肌 愛愛愛你的痛點喔 隨乎 或者是用一些儀器來幫幫你放鬆一些的肌肉 對 都可以有效率的痠痛喔 另外媽媽的事情真的很多喔 很多人搞到後來都會有點憂鬱症 因為你要做這些事情實在太多了喔 治療優抑治療的方法 就是運動好不好 運動 來提供各位的 拿個水桶 才會這樣動一動 重鬆你的肩 放鬆你的肌肉 如果真的懶得跟小可一樣的話 就做一個這個東西 活弱你小小的肌肉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看好不好 大家最後一定要記得要公開分享並留言喔 就有機會得到我們健身大師新一代的什麼 護膝帶跟護腰帶 好 謝謝 謝謝大家喔 沒錯 十分喔 我們挖健康 下禮拜三再見 掰掰